FIRST青年电影展短片季首映里 近日是在北京举行 黄渤 李晨 梁静等演艺界人士 都是现身支持 那该影展也是致力于 推广青年电影人的早期作品 并对优秀的作品进行鼓励性的评奖 今年已经是他走过的第十二个年头了 我们的最终的结果不太好评定 因为它不是一个武术女赛 谁把谁打他人 谁就是谁是第一 换一个角度看 风景就不一样 唯一能做的就是 通过这样的短片 力量能磨练我们自己 编剧李强演员黄渤 李晨 梁静 作为评委献身影展 自去年11月份 新一期FIRST短片季开启 经过征集评选 拍摄及后期制作 3月29号 优秀青年导演短片作品 终于脱颖而出 说起评奖标准 黄渤的回答意味深长 有的时候你面对着镜头 你面对着一场戏 或者是整个电影的结果 等等各方面 面对着自己的各种角色 但是其实成长就来得这样 你生下来就是一个大师 活多么意思 影展供展映包括 玩手机的女人 晚舟之导 The Double 等七部短片作品 内容涵盖女性发展 生态保护 儿童教育等不同领域的社会问题 是公益性质的应战活动 它最终能够打动到我们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功 不管是公益还是什么 我觉得它是有表达的 就像李强老师刚刚说的 它态度非常重要 首映时之后 该计划还将启动全国典映行动 鼓励更多的年轻人 参与到公益的社会事件中 那First就是这个事情的领路人 给了你一个这样的平台 不管你之前是做什么的 你如果对这个电影热爱 那你就可以来到First 去展示你 文运新天地北京采访报道